主席 毛院长及执政团队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农历新年刚过 海外侨胞 侨团 侨社也纷纷在世界各地举办新春团拜 本席日前刚于洛杉矶参加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所举办的新年团拜 洛杉矶全桥各界 以及美国联邦众议员 华裔民选官员 社团 乡亲等数百人互道恭喜 在海外 桥明明就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趋继一堂 希望洋年的到来 台湾和美国经贸各项交流能够更为密切 展望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桥色和谐 欣欣向荣 在此 本徐呼吁政府 不要忘记海外有一群热爱中华民国 真正热爱台湾的侨胞 在世界各地支持着中华民国政府向前的迈进 做着国民外交的工作 所以也感谢侨委会一直努力担任政府和侨胞之间的桥梁 争取侨胞的向心力 但是反观来说 未有更大行政资源的文化部 在过去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海外应该有的角色 在美国新春开工日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将公务车车牌全部更新 换上了由美国国务院核发的外交车牌 车牌左上角有美国国徽 右上角有OFM美国国务院的字样 这是台美断交36年来 我国驻美官员终于能够享有同等的外交领域 是我方外交人员多年来工作的成果 本席在这边予以肯定 外交部也应该继续的努力予以台美关心的增进 另外 中国大陆与南韩FTA在2月25日签署完成 经济部表示 中国大陆对韩国的开放承诺 大体上不超过两岸服貌协议的开放程度 初步研究分析台湾关切的四大产业开放 它期程比较长一点 所以在短期之内 对台湾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 但是 入韩FTA生效欲久 而两岸货贸协议没有签署 对台湾的冲击程度将更会加剧 这是经济部应该注意继续的课题 台湾人口的结构 导致15至65岁的人口走势下降 对台湾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都有很深的影响 因此 本徐呼吁 在面对各种内外的问题时 鼓励新的执政团队要倾听人民的需求 与各界多元的沟通 寻求最大的共识 勇敢地去突破现况 以上 以上 谢谢大家